美安娜 喔嗨喲 又現在來到了 圓山的花博館啦 跟著我一起去看看 Wireforce有什麼吧 現在遇到有位先生在直播 欸這位先生你好好眼熟啊 好眼熟 好久不見了 現在在會場的門口 也有一些攤位 我們先來去看看吧 現在來到會場的攤位 有一個好眼熟的 來這邊拍照打卡 有爆米花跟棉花糖 黑羽來換棉花糖 抓到 隔壁是換食物 這邊是可以玩一個球池邊緣洞的活動 有沒有看過現在更好 現場就有兩位在獨木橋上面PK奮鬥的兩位 哇 從外面逛完進來的主場地的話 會先看到他們非常大的一個節目表 跟場地配置圖 迷路的好像很需要看一下地圖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哪邊可以去逛逛玩玩的吧 那進來左邊就是其他的舞台區啊 以及一些廠商的區域 那右邊是BYOC區 這邊就是我們報道的地方 在BYOC區旁邊呢 常常會看到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觀眾跟粉絲 在圍牆舉成一排 大概就是一種可愛動物區的概念吧 然後我看到葉子 你在排VR嗎 我還在研究當中 我看我上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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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右側的BYOC區可以領到一袋 像這樣的生存包 不過去年的生存包好像中蠻多 有很多東西 今年清了很多欸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吧 這算是每年 就是大家期待度很高的一個小禮物嗎 貼紙 SQUIRE FOSS限定的 這個如果要抽獎 或送人應該很多人想要這個 那經典裡面的東西呢 一樣會有一些像 吊飾 兌換券 廣告單 抽獎券 還有補血券 可以兌換泡麵 這個也是兌換券 咖啡兌換券 那這個吊飾 聽說有做了一點小巧思 喔 把這個拉開 這會發亮的 以及另外一個包包 另外一個束口袋啊 今年的束口背包好像跟去年不一樣 它多了做一個 口袋的設計 領完生存包 放完電腦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 WIREFORCE裡面的其他區域在幹嘛吧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Hyper Apps的攤位 對 在這邊發現了一台 百元布 是零元販賣機 想知道抽了什麼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支影片喔 來左右區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左右 你要好奇這個 然後發現了 這位先生好眼熟啊 對啊 要來互拍是不是 是不是 互拍是不是 是不是也可以玩左右 還是玩的會變聰明呢 還不錯啊 左右可以訓練腦力 跟反應力 對 很適合有長接工商的實況主玩 對 離開左右區之後 旁邊就是我們最愛的兌換泡麵的地方 再往前走去 退縮的定動間 為什麼會有一區可以看名稱和柯南啊 太神奇了 而且 前面還有一位柯南欸 想躲欸 露地的位置欸 這個藍骨頭好棒喔 可以躺在這邊看柯南欸 到底為什麼要來LAND Party啊 哈哈哈哈 退縮店中間隔壁居然是唱卡OK欸 可是要排隊人有點多啊 不然我也蠻想試試試看的 那在BYOC區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 各個玩家 會有一些自己個人風格的擺姿 甚至是主機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邊就有一台 是DIVA的主機 它是利用DIVA的機甲的設計型的外型的主機殼 大家有機會來到BYOC區 別忘了可以到處逛逛 看一下別人特別的主機殼吧 來到Wareforce 除了可以遇到 玩家以及實況主們 有時候還可以看到實況主們為酷斯喔 嗨 要不要介紹一下蘋果妹 你今天酷斯的角色是 我今天酷斯DIVA 我可以玩這個地方 然後被裝備 然後它指標你的角色是 Overwatch的藍路珠 你剛剛聽不懂對不對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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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atch的藍路珠 裝備中 你是不是裝備到我這樣 我是酷斯人質 我還想說是OL嗎 OL 沒有我是酷斯人質 謝謝你們啦 謝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 其他實況主的精彩 可以分享給我們啦 現在已經來到會場外面啦 大致上 差不多Wireforce就是分層 有一區 VIOC區 跟其他的廠商區 舞台區 還有其他可以玩 可以體驗的地方 重點是還有各種吃吃喝喝啦 今年吃吃喝喝的攤位 我覺得少了一點點啦 來Land Party的重點 就是 就是搬電腦啊 搬組織 一起跟大家玩遊戲互動 然後來跟好久不見的朋友們 一起續續就啦 你們來Wireforce玩什麼 在旁邊剛好有觀眾的 我們應該順便來問一下 來Wireforce玩什麼呢 實況主跟觀眾玩東西 應該不一樣吧 對不對 來看實況主是不是 實況主同樂 很好 來跟實況主同樂 可以 其實除了實況主來這邊 跟其他實況主一起玩之外 還有很多的觀眾啊 粉絲也會來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同樂啦 那大家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可以按個我喜歡 以及訂閱啊 那Ryu也帶了就是一些糖果 要來讓就是認識的朋友們試試看看 那大家也可以follow接下來影片 就可以看到其他Ryu在Wireforce做什麼的其他影片啦 有機會的話呢 也許也可以在這邊的活動看到 來看我影片的大家啦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喔 掰掰 我們下次見 arten